你能理解到一个人吗 就是为一个人付出所有的爱吧 很少啊 但是我知道玫瑰花的花语是 勇敢热情和爱 永生花吧 就是妈妈在我自己的心目中是永远不会老的 Ru Song里的有一款叫永生花留生机 因为它本身留生机就是一个很神秘浪漫的东西嘛 然后再加上永生花就是给了这样一个无限期的这样一个感觉 过年期间回家主要就是跟家里人待在一块 然后呢会去祭拜祖先 今年好像没有放鞭炮 有没有发生一些记忆深刻的事情吗 今年过年啊 过年就是给小孩发红包吧 那你最近没有收到两岁红包微信的也算吗 没有 过年必吃的美食就是 就是自己家里的年夜饭 还有饺子汤圆 那年夜饭是妈妈做的还是以前奶奶做的吗 以前都是奶奶做 现在是大人做 你自己有尝试吗 没有 小孩都不让做 那那不是过年的时候回家了吗 然后家里长辈跟你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什么 就是注意身体啊 要多吃一点不要 不要吃太少 要长胖一点这样的话 就感觉就是人家都是过年胖三斤 感觉你整个人的观念还是没有胖还瘦了 因为我早开工了所以很少吃家里的东西 所以就没有胖 那你自己平时的话就是喜欢吃些什么东西 平时自己就是在喜欢吃穿菜 嗯 这属于那种就是光吃不胖的那种类型吗 当然也有运动 还还是会胖 如果你自己吃很多的话 嗯 新年就是有一个工艺活动还挺特别的 然后呢还有一些就是在计划中需要完成的 关화를一下 2 4